大家好我是豪哥 欢迎收看国外奔腾 有没有发现今天这个盘 没什么动 可是呢今天哦 有股票涨停板 是不是你的股票 今天哦 今天的盘没什么动 今天只有涨几点 好像跌两点 今天跌两点 所以这个盘没什么动 来但是呢 中小型股活蹦乱跳 等一下我再跟你解释盘 我们先看这里 来我说举手指导 让更多人看到影片 帮我按赞留言分享 来我说你一定要加入我Lite跟TG 好不好 因为你才有我的讯息 你才会有我的讯息 好不好 来我们先说美股 FED阴森连连 昨天 昨天那个官员放鹰派 鹰派言论 因为前一晚 那个FED的主席鲍尔 他说明什么 说明说 这个通膨 通膨有缓解的趋势 但是呢 昨天又鹰派了 怎么回事 再加上呢 来你看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 狂泄7% 为什么 因为他 他研究出来 那个AI机器人 昨天答非所问 好不好 所以搞这个乌龙 所以昨天 这一档股票 狂泄7% 超过7% 影响整个 拖累整个科技股 所以昨天整个科技股大跌 来看 跌1.68% 废半跌2%多 所以昨天整个科技股大跌 可是你会觉得 今天盘非常强势哦 今天盘很强势哦 然后反光回来台股 今天盘哦 反正是开低走高 开低走高 来你看哦 电子全直股 表现平淡 可是呢 开低走高 所以这个盘是强势的哦 你不要看成弱势哦 你千万不要看成弱势哦 好不好 来15600上下震荡 来我跟你讲 明天也是15600 明天的关键价 也是15600 好不好 所以这两天 这几天 你会发现这个盘 其实没什么动 没什么好解的 我说真的 这个盘没什么好解的 所以你看我昨天就没有来了 对不对 昨天就没有来 来你看哦 来我们来看几档新闻 台积电2奈米有望 好不好 有谱 中科二期扩建 好不好 过关哦 好不好 2奈米的 2奈米厂哦 现在已经越来越先进了 先进到2奈米厂 来我们再看一个新闻 友达法说 友达亏损 你懂吗 亏损达200亿 昨天 昨天的法说 来你看哦 可是他们要在要付越南 越南设厂好不好 明年首季开始量产 所以你看我们来看一下 友达的股票 来这是这是盗琼 那我用盗琼给你看 注意看哦 我把它缩小 其实你会发现哦 这一波盗琼是领先创新高的 这里哦 然后再把它缩小一点 这里等于多少你知道吗 这里等于我们在15600左右 差不多1550015600左右 这里 就这里这个区块 它是领先突破的哦 盗琼是领先突破哦 然后再轮到我们台股突破 有没有发现 我们台股比较弱 来你看哦 你注意看哦 这是盗琼哦 我把油标移在这边哦 你注意看哦 盗琼已经突破了对不对 然后开始整理嘛 整理一段时间了对不对 来你看哦 这里 我把它切回来台股 有没有发现 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在这个位阶 我们是最近才突破 有没有发现 我们是最近才突破 所以盗琼已经突破很久了 它已经突破很久了 来我们再来看 来我们来看韩股好不好 跟我们联动西数最高的韩股 来看一下韩股 来韩股来这边 反而我们台股是雅股 几乎最强的哦 台股是雅股最强的哦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盘哦 你不要小看这个行情哦 这个行情是资金行情 你会说这几天都量缩 量缩整理 这有什么关系 你就让它整理啊 但是呢 你如果选对股票 你的股票一样不会寂寞 你的股票一样不会寂寞 你懂吗 然后等下再带各位看几档股票 来你看韩股在这边 我们台股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 我们台股已经过了哦 最近才过的 可是韩股还没过 韩国股市还没过啊 有没有发现 可是道琼已经过了 道琼是几乎最强势的 道琼是几乎最强势的 这里早就过了 人家在第二阶段已经过了 可是我们第一阶段才到哪里 记得吗 才到这边 第一阶段 这里做到 这是一万五 一万五千 一万五千两百点附近 这里 我们是最近才突破这里的高点 这里多少 一五五零零左右 好不好 我刚说了一五零零左右 来 最近才突破 我们今天哦 很可惜 今天失守了一万五千六 所以明天还要再测试一次 明天还要再测试一次 测试一次 如果过的话 顺利过关的话 如果明天最好开高 我说了 我说真的 如果明天 这个防线要守的话 最好开高 开高上去 回来测一下就上去了 所以这个盘挑战哪里 挑战一万五千八 一万五千八 短线 好不好 我说的是短线 你不要觉得一万五千八就结束了 还没 到时候我们再来看 如果两次站稳 它还会再上 好不好 这个盘是关关难过 关关过 好不好 关关难过 来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所以这个盘你根本不用担心 这盘你不用担心 在这边整理 你看哦 这一天是开红盘 记得吗 这天开红盘日 然后跳上去之后 开始整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天了 你会觉得行情好像还在这边 还在这边不会动 可是我跟你讲 这个行情你不要小觑哦 你不要小看它哦 这行情你看哦 现在时间就没有量 对不对 等到它喷出去了 我跟你讲 量就出来了 喷出去量就出来了 你懂吗 所以这个行情 我跟你讲 未来就是往上攻 它只有这一条路 它只有这一条路 没有别条路 没有别条路 我们来看几档股票 来这些股票是强势股 我希望你们留意 来你说你不会选股 好哥怎么选股 你不会 你可以跟着强势股 在那些强势股 还在续强的时候 你可以冲进去买 还可以赚钱啊 还可以赚钱 你懂吗 来这一只 这只叫宝瑞 六四七二宝瑞 好不好 这一只 来我觉得它蛮强的 你看最近的盘是 今天盘 几乎都在盘下吧 大盘 我说是大盘 都在盘下 对不对 可是你看宝瑞 有没有维持在平板上 所以这些股票是好股票 这些股票 你不要觉得它涨三根之后 就结束了 一二三 就结束了 没有 它今天量缩 还能创新高 代表上方没有卖压 你懂吗 我给你们一个观念 创新高 居然量缩 这代表上方没有卖压 你懂吗 我再说一次 创新高 量没有出来 量缩 代表上方没卖压 所以你们记录 记录分析 解读都解读错了 要那种创高 一定要量增 谁说的 谁说的 那个代表前方有卖压 才要量增 你懂吗 因为它要消化前面的量 可是创高之后 没有量 代表前方没卖压 还有没有高点 问你自己 你自己心里清楚 还有没有高点 这样你懂吗 来这些股票 我觉得这些股票是好标的 来你看这些股票 今天拉回又怎么样 这张是谁 美食 好不好 1795美食 来连涨几天之后 量缩拉回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好不好 这些股票 我觉得你们都可以注意 这一支最近很强 这叫华福 6235华福 好不好 你看 1234 连续拉出4根长红 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是好的 这种股票是好的 来如果明天创高 我希望它是量缩 好不好 如果明天再创高 如果明天这个盘冲出去了 我相信它还会创高 它创高 但是我希望是量缩 好不好 我希望是量缩 来还有哪一档 我觉得这些股票都可以留意 这支叫长盛 整理完之后还会再攻 这个就是强势股 有一些弱势股 你不要去碰就好了 好不好 有一些弱势股 你不要去碰就好了 来这一支叫字帮 一样啊 你看哦 高档量缩 这个整理过后还会再喷 你懂吗 整理过后还会再攻 所以这些股票都是首选 这些股票都是首选 来省准 你们看每天创新高 每天创新高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连续八天创新高 你看量人越来越不见 这代表什么 前方没卖压 你懂吗 就是我刚刚说的 前方没卖压 来有一些股票你要避开 像这一档 正新 很弱势 跌没有卖 跌如果没有量 这也是很恐怖的哦 下跌没量是很恐怖的 没有人在承接哦 你要记住哦 上涨没量是好事 下跌没量很恐怖 好不好 下跌没量是恐怖的哦 好不好 因为没有人承接 没人承接 来这些股票 我希望你避开 来这些股票 新光机 一样 下跌没有量 没有承接量 你懂吗 没有承接量 所以这些股票你要避开 来我们再来说台积电 台积电一样哦 我觉得要上工的条件 在台积电身上 要上工的条件 在台积电身上 重则大刃 在他身上 好不好 在他身上 所以留意台积电 联电很强哦 你看联电比台积电强势 好不好 所以短线上你要留意 这些股票 如果往上喷的话 你要赶快追 要赶快追了 好不好 这些股票他不会等人 不是说你想等 来我说穷人跟富人差别 就是你能不能看见未来 如果你能看见未来 那些股票 我相信是你的首选 好不好 来我说你一定要加入我Lite Lite跟TG Lite跟TG 好不好 来我再说一次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 你有股票问题的 好不好 通通可以问我 来0277259668 好不好 请拨电话 0277259668 好不好 鉴于时间关系 我们节目到这边 最后祝各位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 就是你